Hello 大家好 我是杰哥 今天要为你们介绍的这三部手机 在一千元以内算是不得了的存在 几乎是无对手的状况 首先第一台就是Poco F4 虽然这一款手机已经出了有一年半载的时间 可是在性价比方面依旧是非常的香 主要原因就是里面搭载了铁三角配置 骁龙870加上LPDDR5跟UFS 3.1 这样的阵容以一千块左右应该是没有对手的锁 再加上还给你一副6.67 AMOLED Screen 还配备了高刷120跟360的触控采样 还有它的Super Linear双扬声器配置 一系列的Hi-Res Audio Dolby Atmos HDR 10 Plus 这些东西全部韩伯朗挖下去 整台手机是香到爆炸的同时呢 它的镜头还给你64MP OIS光学防抖 拍摄方面的体验绝对是很棒的说 而且在拍视频方面 一千左右唯一一台能支持4K 60fps 唯一的缺点就是续航能力有点差 因为只有4500毫安 好在它有给你一个67W快充 随便block一下一小时就能满血复活 目前在大马它只有一个配置 8加256的已经断货西北九了 我相信也不会再出了 目前有的货只有6加128 之前的卖价是1399 现在只要1099 假如在双截日闪销你还可以拿到850 这样的价格已经是很无敌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容量真的有点太小 不够用了 接下来为你们带来的就是最佳坦克 Infinix Note 30 Pro 这台手机它的价格只是899 就配备了16GB RAM 但原本是8GB加8GB的虚拟运从空间 再加上有256GB内存 在续航能力还极强的那种 因为里面有5000毫安 还拥有68W闪充 也是目前900以内 支持15W无线快充 1000块左右 你要无线快充真的是没有手机 只有Infinix Note 30 Pro 给到这样的配置的时候 就哇哦眼前一亮 加上它还有一颗108MP的主色镜头 拍照不但美的同时 它还给你了 Armoled Screen 120Hz高刷 360的触控采样 所显示的内容都是非常的sharp 拿来看戏的话更加棒 因为Armoled Screen已经鲜艳了 再加上JBL Speaker 强调一下 是JBL调效 所以在音质上声量不但大声 音质还很不错 也之所以Infinix Note 30 Pro 在大马市频频缺货 不过最近好像货又多了啦 Sumbi那种有一点过度充足了 反正还是非常香的一台手机 最后一部也是我最近刚刚评测的 Realme 11 5G 我称它为超级射手 拥有108MP 还有一颗超聚光感光源 Tesh M6 虽然说在数值上是没有OIS 可是它拍出来的效果是给你 好像有OIS的感觉 也是唯一一颗镜头呢 不是长焦 但支持三倍光学变焦 在拍照的体验也是众多手机当中 它给我的算是非常棒 最大的一点就是 移动的物体拍摄都可以精准的抓拍 进行融合再加上它强劲的演算 造就整体的成像呢 我看了是很喜欢 我会那么说的原因就是 评测那么多手机在1000块左右 让我面对最大的烦恼就是Model 我要抓我的女儿 当Model的话 她会乱跑乱动不听话 结果自己下水拍的话 你们又不喜欢看 请妹妹来拍的话 budget好像不够这样子 所以这个realme 11给我的第一个感受 就是移动拍摄也不带问题 在处理器方面 它是配备了 28颗天机6000E Plus 5G芯片 换算等级来说 它是属于中上级的 所以在拍视频呢 是没有4K 60fps的配置 不过好在它有Dynamic RAM Expander 最高可以提升8个GB 跟Infinix Note 30是一样了 16个GB RAM 还有256GB的大内存空间 还有一副6.67寸的屏幕 续航方面不太担心 5000mAh用上一整天完全没问题 同样也配备了高充67W 可是它有三个弱点 第一点就是LCD Screen 毕竟拍摄那么的漂亮 显示出来的效果并不会像AMOLED 那么的鲜艳 就差了一点Web 第二就是 它的单养生器 在音质上的输出弱了一点 第三就是 转直马达震动的反馈 有点廉价 不过对于拍摄这一点的话 毋庸置疑当中最强 刚刚我所说的 可能有部分的人不能接受 也觉得 觉得你有点浮夸 你讲realme拍摄是最美的那一颗 其实美不美 还真的看你自己 喜欢哪类型的风格 因为每个厂家 在拍摄上的要求有不同 就比如小米那一部分的 很多都是跑鲜艳拍的 拍出来的颜色是很sharp的那一种 OPPO VIVO 是针对人像这一块拿捏的非常好 美颜效果一扑上去 从小鸭都能拍成天耳 华为跟HONOR拍摄是属于偏向自然 可是它的优化还会加强了那么一丢丢的味道 那也是为什么一路以来 每个人的刻板印象就是 华为拍摄很漂亮 HONOR的话就继承华为有的少少味道 realme的话也不是说所有的brand最好 是刚好我对比这三台当中它是最好 刚好它的演算很match我 所以我看了那个整体的成像呢 会比我的预期高出非常多 假如你有在拍摄方面有所要求的话 目前所有的品牌厂商 拍摄都有自己的风格 就看你喜欢哪类型 至于在拍视频 我们就有对硬件上的要求 首先就是处理器要够高端 最少是中上级的 就好像刚刚我们所说的 天机6100以上 或者是骁龙675以上的 那么在演算的输出呢 才足够去支持 给你一个example 好像我们拍摄 为什么我会说到演算法 就是它通过AI的技术去增强 去合成 去调色 去识别当下的场景 这些就是AI的演算力 那么你就需要一颗好的处理器 去support它 拍照的时候出来的效果 不但好还非常快 所以CPU是很讲究的 而且在拍视频 你要有4K 又要有60fps 那么你就一定要选择 骁龙870以上 或者是天机9000以上 没有记错8000 8100 好像只能支持到4K 30 如果没错的话 可是9000以上的 就可以去到60 so 这个还得看你自己的要求 除了一个品牌 也就是三星 大部分的处理器 它是用它自己的 拍摄方面 大部分都能去到4K 60fps的设置 even 在前置镜头 都能开启60fps 如果你对于拍视频 非常要求的话 我的建议是 你可以先考虑三星 第二就是iPhone 这两台在拍视频 我会觉得稍微会更出色 so 刚刚我所说的建议是 假如这三台都不是你中意的 你不喜欢 那么你就以这个方面 去筛选你心目中的手机 那么在游戏方面 我又要怎样选择呢 第一就是处理器了 处理器一定要高 在游戏的表现就会更稳 骁龙来说 最低也要870以上呢 你才会感受到那种性能上的输出 7Gen2也是不错的 如果是骁龙Triple X 那个你直接跳过 8Gen1 8Gen1 Plus那些都不OK的 以目前最稳最高端 温度又不会去到很高 输出能力算是非常稳定的 那一颗处理器呢 就是骁龙8Gen2 可是1000块你是买不到8Gen2啦 除了是1000块有X多了 你就可能拿得到啦 哈哈哈哈 除了是性能上 在屏幕也是很讲究 最好是AMOLED或OLED 要高刷高触控 同时 UI很重要 一定要有 GameBooster Game Turbo 针对游戏上的优化 玩游戏的时候呢 才可以感受到那种 敏敏度跟手性非常棒啊 哇射击的时候非常爽 那种体验都是 UI后天而成的东西 目前所有的Brand 在游戏上的优化都有 唯一最差的是三星 会弱了一些在游戏上的优化啦 不晓得是因为 很多都是来自于中国那边的游戏 变成呢在优化方面有一点排挤啊 是吧被排挤啊 因为毕竟是韩国机嘛 对不对 韩国机 韩国书米达 所以它被排挤啦 这个我随便讲的啦 那么一定也有观众说 杰哥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要全部都很强的 当然你就可以考虑那个 刚刚所说的Poco F4 这些它都算是一个比较全能的手机 最后是想说 你们还想知道些什么的 还是说 一千块一千五块两千块 有什么适合的手机啦 你们又针对哪方面要求的话 你可以在下方留言 虽然我不一定会回复 但我会根据 所看到的留言啊 后续在整理发出相关的视频 给你们更容易的去筛选 你们心目中的手机 所以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先 我就是那个有话不能好说的 Mr.杰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